亲爱的女儿, 投考终于结束了, 咱们父女俩也有了时间好好唠唠。 自从两年前来到马来西亚, 就很少有机会跟你促膝长谈。 爸爸工作到这个地方, 位于马来西亚云顶高原的深山里, 这里海拔高, 雨水多, 距离城市还有一到两小时的车程。 有时候信号很不好, 不只是我的手机, 就连配合我们施工用的无人机, 有时也会锻炼。 在我们建设的地方, 是未开发的原始森林高地, 有的地方垂直高差距一百米, 很多坚硬的山体, 都是有着千万年石崩的花岗岩。 我们修路时, 要努力避开它, 挑选合适的路径。 我们到森林里考察施工路线时, 经常因为岩石表面过于光滑而摔跤, 你老爸的身上常常轻一块紫一块。 这里的天气也阴晴不定, 前一分钟清空万里, 也许下一分钟就暴雨倾盆。 和你说这些, 绝不是抱怨这里的工作不易。 相反, 爸爸是想告诉你, 要学会乐观, 自信地面对困难与魔力, 面对他们, 要坚持地向前走, 就会到达终点。 看过一句话, 爸妈觉得很受用。 那句话说的是, 林生是一个不断见天地, 见众生, 见自己的过程。 见天地才能了解世界, 不再局限于狭小的认知。 见众生才能理解他人疾苦, 不再带着偏见看待问题。 见自己才能懂得自身的渺小, 完善自己, 坚持自己。 多年的海外经历, 与我而言, 未尝不是这样一个看见的历程。 爸爸的同事们来自不同的国家, 不同的民族, 拥有不同的肤色。 当我们在交流时, 逐不了解他们的习俗习惯, 工作上的默契与日俱增, 当我们在中国特色节日里, 一起做中国菜, 贴春莲, 在开斋节,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诞辰日, 让当地节日中, 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。 当我们尽自己的努力, 把善意和温暖, 传递给其他国家的建设者, 让他们感受到, 我们中国建设者的热情, 高潮的技术。 当我们在施工, 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同时, 七封百计将你对原生态的影响, 尽量不干涉野生动物和植物, 与它们平安和谐相处。 我开阔了眼界, 收获了友谊, 也变得更加理智, 并且更热爱我们的祖国。 中国也有句古话, 读万卷书, 行万里路, 胸中脱去沉着, 自然秋喝内影。 你马上就要步入大学, 进入知识的殿堂。 社会的玉玺班, 广阔的人生将不断扩展。 老爸希望你也能大胆追梦, 行走在万里大道上, 拥抱未知, 一往无前, 超越爸爸。 老爸为你加油, 爱你的爸爸, 黄建林。